南亨住院医生罢工持续延烧 民众看诊转院都被延误 光是釜山就发生42期转院延误事件 除了病患受影响 还在医院工作的护理师忙到交通烂额 开始对罢工医生有不满反应 南韩内政部长特别到医院视察 并且下达最后通牒 29号之前不返回工作岗位 就将面临吊销执照三个月 期限前回来就既往不就 南韩总统尹熙再说重话 不过罢工的医师说 他们每周工时超过100小时 薪水却只有大约台币4.7到9.5万元 政府应该优先改善工作环境 而不是增加教授医学生 但是最新民调显示 有76%的民众站在政府这一边 认为有必要增加医生缺额 改善医疗环境 TVBS新闻综合报道